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58回 赤壁风云突变 上一回咱们说到建安十三年 刘表突然病了 眼看就不成了 三国演义当中说曹操动用百万大军 号称百万 其实是83万人马 91元战将进攻刘表 其实曹操现在没这个本钱 曹操最多现在有15万人 能动用的可能只有几万人左右 你算是曹操现在控制的地盘多大呀 这十几万人根本就不够分的 曹操七月发布的动员令 各路人马开始向许昌集结 大军应该还未出发 或者说大军可能刚刚出发 就传来消息建安十三年八月 一个月以后 刘表病死了 这一下曹操可急眼了 因为眼看着刘备又成功了 刘备就是这是在得徐州以后又要取荆州啊 于是曹操走了一招险棋 什么险棋 派出骑兵突击襄阳 曹操的骑兵啊 这个时候是中原我跟你说 最强大的武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久经战阵 而且他们和好几股堪称汉匪的这样的部队 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这些人史记当中说啊 按咱们现在说 曹操的这支骑兵军团 五千骑兵 按咱们现在说法 这叫军官教导团 史记不是史记 三国志当中说 你有做百夫长的资格 才能进入这个军团 这支部队在三国志中有提到 他们叫虎豹记 指挥他们的是曹淳 三国演义当中啊 把曹淳和曹仁当做一个人来写的 曹淳是曹操的堂弟 是曹仁的弟弟 那算是三国 曹淳应该算是三国志当中 曹操手下的第一猛将 他带领的这支部队 你都有什么战绩 给大家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曹淳带领的这支虎豹记 击败过西北军 击败过吕布 那他还击败过河北最强悍的军队 斩首元坛的就是曹淳 就是这支虎豹记 在南皮击败了元坛 咱们刚刚讲完的白狼山之战 是吧 立下手工的是张辽 但是最终经过一天激战 全监匈奴主力的 也是这支虎豹记 这一战 白狼山之战 是吧 史书当中说 说匈奴死了大小缠鱼十几个 那就应该说 这是一场和匈奴硬碰硬的较量 哎 打汉朝的时候 真的 那时候我们汉人只要上马 就是匈奴的灭顶之灾 曾经我们就那么强悍来着 这支部队的首领 跟大家说 曹淳 啊 但是 但是咱们啊 其实 其实在 在很多故事中啊 经常看到的 你看三国演义当中 看到的是曹仁 有些时候 呃 大家呀 是吧 曹仁和曹淳这哥俩啊 通常都是 都是搞混的 你比如 就就是三国演义当中 曹仁就是曹淳 呃 这哥俩在三国演义当中 是一个人 曹操现在听说 刘表死了 就预感到刘备啊 可能会趁机夺取襄阳 刘备这个时候 大概有两万多人 是吧 刘备现在确实 两只眼睛 盯着襄阳 哎 这样曹操派出虎豹记 突击襄阳 这是一个冒险 如果这个时候 刘从和刘备联合 这五千人无疑 就将迎面撞在墙上 但是曹操就拿准了 刘表一死 这个荆州 谁也搞不定 最终肯定会分裂 你看 我就这么吹一口气 刘表的荆州就完了 曹操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是很纯的秀 是吧 完全不需要这样 但是要的 秀这个 就是为了要这轰动效果 所以五千人 现在就赶进攻前面的十二万人 荆州也有十二万兵啊 是吧 刘备手中有两万的 曹操此刻还在许差 可是曹存曹人的虎豹记就出发了 史书中说 曹军过了晚城 刘备才发现 等刘备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曹军已经过了新野了 就冲着襄阳就来了 刘备在汉水的北岸 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备 刘备这时候 一下子就陷入到矛盾中 紧跟着消息就传来了 刘从已经暗中 秘密投降了曹操 没等曹军到 刘从就降了 就是说 荆州本帝帮啊 根本就不降大 人家这些人在这有家 在荆州 人家有房子有地 是吧 干嘛跟着你跟曹操拼命呢 再者说 跟着曹操混多好啊 是吧 所以荆州本帝帮 最后几乎是众口一词 降曹 投降曹操 刘备现在就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死守 死守繁城没有任何意义 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而且 而且你就算是我打败了曹操的骑兵 我挡住了曹操 刘备要是把部队打光了 以后你一个外来人在荆州 靠什么立足 所以刘备立刻 刘备根本就没有犹豫 跑 是吧 跑去和刘齐在一起 留住自己手中的这点家底 和刘齐搞在一处 这样 大家挤在一起 站住一个地盘 甭说未来 是吧 才有现在 大家以后看 跟着刘备在一起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特点 都命短 老刘命太硬 跟着谁谁早死 刘备这是耗死了老子 是吧 这刚死了刘表吗 这就叫跑去 继续耗 耗这他的儿子 我跟你说 这刘备命中注定 活不久 这样 是吧 大家看到了 有了赤壁之战 前期的刘备三部曲 这三部曲叫什么 叫 弃心也走凡城拜党阳 这个 眼前是第二部 弃心也走凡城 这是走凡城 不站而走 从凡城到下口 比较方便的路呢 是顺水而下 他就是一个在汉水中游 一个在汉水下游 是吧 顺着汉水 沿着汉水走 这是最方便的路 但是事发突然呢 是吧 一致为刘备现在手里 就没有足够的船 所以最后 只有关羽诸葛亮乘船走 刘备 张飞 赵云 带着部队的主力 走陆路 那就是过挡阳 向下口方向撤退 这样原本不多的刘备部队 刘备一共就两万多人 现在就就分成两部分了 刘备可能当时啊 就没有想到曹军会追来 因为现在曹操还带许都呢 是吧 占据襄阳以后 等曹操从许都到襄阳 刘备早到下口 刘备是这么算时间的 可是这曹春带领的曹军呢 曹操的骑兵啊 目标就不是襄阳 首先就是刘备 他们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战襄阳 就是为了击败刘备 虎豹冀根本就没进襄阳 在襄阳补给了一下 就直接追下来了 在挡阳追上了刘备 挡阳之战 是吧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一场追击战 曹操的虎豹冀确实太厉害了 刘备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刘备带着几十个人 在张飞赵云的保护下 这就算只身逃脱呀 逃走了 老婆死在乱军之中 刘备的两个女儿 都让曹操俘虏了 史书上没有赵云 单计救主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史书上的赵云 你细看 他偏向于一个文官 击败了刘备 虎豹冀 还是没有停留 直接继续向下追 不是继续向下追 而是继续南下 这个时候刘备逃走了 虎豹冀就不再追刘备了 而是直接南下去 接管了南郡江陵 把这里的荆州主力 和荆州的水军 一下子就控制住了 这个时候 曹操才从许昌 慢悠悠的来到荆州 隆重的接受 刘从的投降 荆州降 而且荆州的主要武装 现在都控制在曹操手中 你们看 我曹操得天下 是靠武力吗 我吹一口气 荆州就是我的 所以你们想好 天命在谁手 荆州到此时 大局一地 刘备逃到下口 和刘渠 和刘齐 窝居在一起 大江对岸是满脸 作恶的孙权 满心的委屈 一肚子愤怒 两个月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你要知道 汉朝的好多事 都是以年单位来发展的 这荆州的事 真的在汉朝 就叫风云突变 两个月 曹操就到了大江对岸 而且十万荆州军 倒戈了 此消彼长 世界的第三强 就这么倒下了 咱们上回讲了 曹操其实是太了解刘表了 袁绍就是这样崛起的 有了打败袁绍的经验 才有了今天击败刘表的胜利 什么时候应该松一松 防止敌人急择并列 什么时候应该逼一逼 让熟透的果子 落到自己的矿里 这是曹操的判断力 曹操现在真的玩诸侯 玩得炉火纯青 取荆州 这是曹操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这一年 曹操五十三岁 五十四岁 五千骑兵 随手这么一巴了 荆州 倒掉 一个熟透了的苹果 就这么轻易的 掉进了曹操的篮子 好了 这一回咱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继续讲